由于新冠肺炎的肆虐不只造成了美国的确诊病例突破7700例 尤其是在纽约州更是首当其冲 一天室内暴增了有1000例 恐怕连医疗人员都不够用 为例应对纽约州日严重的疫情 纽约州州长科莫表示 正在联系退休护士 退休医生 护士学校 卫生学校等建立医护人员储备体系 同时他表示不仅是考虑到医护人员数量不够 更要考虑到医护人员可能也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 因此对人数需求数量较大 除此之外 纽约州还面临病床数严重不足的问题 因为现在只有53000张普通病床 3000张加护病床 至少还缺上万张才足够医疗体系来应付 未来一个月内可能爆发的感染病患 同时新闻团队在纽约州的采访报道